女方表示对方没有给生活费 而汪很快否认 晒出了支付名系 能够看到孩子的抚养费 庸人的工资都是按月打卡 就连电费都付了 女方还不满足 确实有些说不过去了 不仅如此 女方一家住的房子还是男方买的 开的豪车也是男方留下的 家里就连床垫都没有换过 女方现在还刷汪的信用卡消费 不仅自己买了很多贵重衣物 还给丈夫买了鞋子 网友纷纷看不下去了 大S夫妻俩的口碑下滑很多 之前与商家谈好的合作也都纷纷取消 事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 居进叶并没有回应此事 网传她已经回到了老家 参加艺术展览 对女方的事情不管不问 确实有些缺少骨气 其实她也考虑到自己买房子 不过财力有限 看中了一个36平的二手房 还只能付三成首付 大S自然不想跟她搬到那里 近日 网上传出 大S已经复工 接了新的代言 最新的造型也浮出水面 现在她的代言费下降了许多 受到了风波的影响 能够看到她的状态似乎没有恢复好 还有些臃肿 五官看起来也不是很自然 有一种不如中年的感觉 之所以如此着急工作 也是为了生活 目前她还要与汪小飞对簿公堂 想必之后对方就不会给那么高的生活费了 所以需要自己赚钱养家才行 不知道她现在会不会后悔 如果懂得知足 就不会面对如此尴尬的境地 依然衣食无忧 还可以继续去秀恩爱 而汪小飞那边也是压力很大 不想看到前妻受委屈 毕竟还是孩子的母亲 想留一丝体面 但是又不得不面对 她现在也是无精打采的样子 说话都没有力气 着实令人心疼 两人时至今日已经没有赢家 分手后没能做到各自安好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接下来说 大S被爆将做主播赚钱 连丢数个代言 开口要添价出场费 遭嘲讽 近日有网友爆料 大S或将直播带货 因为自己的朋友 曾经试图联系大S经纪人 希望他能够学习一下相态 一时间也是引起不少人的围观和热议 根据爆料者透露 大S开口要价出场费 每小时2000万台币 即500万人民币左右 不得不说 这绝对是天价出场费了 爆料者也表示 自己的朋友可能要被大S吓退了 不少网友们表示惋惜 还自称 真的是很想看大S带货直播 对于大S的要价 不少网友都调侃 大S真的是不了解行情了吗 还是真的把自己抬得太高了 这样的要价毕竟已经超过 刘德华等人的直播费用了吧 更是要吐槽 大S真的是想钱想风了 不过有很多网友表示 若是大S真的能够带货 成绩斐然 这个数字对于带货直播界而言 也真的不是大数目 何况大S直播首秀 必定会吸引超多人围观的 直播间可能会爆掉 若是真的在有点梗 那真的是分分钟排行榜第一名的位置 不过虽然人数多 但是购买力和销售力不够也是不行的 虽然大S目前正处于风口浪尖 但是经过与汪小飞的互私大战 体面人大S也变得不体面了 甚至口碑也是越来越差 网友们都吐槽 大S真的是越来越没品了 根据台媒报道 大S因为与汪小飞互私大战 也是损失惨重 据悉丢掉了数个代言和邀约 要不然现在的大S可能正在和剧金业拍摄广告捞金 就连节目应该也会邀约不断 要知道 目前他们就是娱乐圈最热门的人物 目前剧金业的出场费和观众缘也是没有那么好了 毕竟打碟的事情已经过了新线期 观众们参加了一次就失去了兴趣和好奇 所以现在剧金业的演出号召力也是大打折扣 甚至还有网友调侃 大S要转行去做主播 就是为了养居金业吧 近日关于大S汪小飞的案件 一审结果在网络上传开 表示大S即将主动承担自己的电费和生活费 并且放弃赡养费 但是汪小飞依然要拿钱给孩子成立成长基金 就连汪小飞的信用卡也还是继续要给他使用的 只是变了另外一种说法 专卡专用 其中一条最令人匪夷所思 就是大S不仅要换掉保姆司机 还要拒绝汪小飞看望孩子 并且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 强制阻止汪小飞探视权 不少网友们都觉得大S真的是很过分 太无情 不过目前台媒释放出来的这一份一审结果 尚未得到证实 我们也静观其变 大S被曝将做主播赚钱 连丢数个代言 开口要天价出场费遭嘲讽 如果大S真的是开始转行做主播带货 或许和张岚也会上演隔空护私吧 接下来说 曝大S后回嫁给剧金业 欲直播带货赚钱养娃 一小时报价500万 俗话说得好 家丑不可外扬 别人家里有点事情 就会拼命地捂住 生怕传到网上让人看笑话 可大S和汪小飞 就像是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啥事都拿到网上来说 没有汪小飞的爆料 我们也不知道 原来他和大S住过的床垫 剧金业没舍得换新的 与大S再婚后依然住着 被骂了软饭男之后 剧金业大S这才舍得 把床垫给扔掉 作为家里的男主人 在妻子受到别人的诋毁 他不出面帮忙也就罢了 起码也要做好赚钱补贴家用 不用让妻子再花着前夫的钱 剧金业可倒好 从他来到弯弯开始 没有给大S花过一分钱 婚戒是文的 大S的婚纱是刷的汪小飞的卡 他这个男主人不费吹灰之力 就娶了个媳妇 真是上辈子积德了 就当我们以为大S和剧金业的感情相当稳定 可以幸福过一辈子的时候 有人爆出大S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后悔嫁给了剧金业 嫁给汪小飞的时候 男方还赚钱给他 根本就不用担心没钱花 也没有筹过孩子的学费 可如今嫁给剧金业后 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 让他特别的难受 为了改变这个状况 大S欲加入直播带货的行列 用自己的能力去赚钱养娃 根据网上爆出来的消息可知 他好像是不太懂得直播带货圈的行情 报价不是一般的高 一场直播大概4小时 费用就高达2000万 也就是说一个小时报价500万 先不说大S是否有这个魅力 能在直播一个小时的情况下 让销售额高达500万 就冲他和剧金业的口碑那么差 你能知道他就是带货4个小时 也不见得能赚这么多钱 还好意思把价格报得这么高 真是狮子大开口 我们能够理解他现在缺钱 想要大赚一笔 好给孩子交学费 可是在座的各位 谁不是奔着赚钱来的呢 为什么别人赚钱就是一步一步来 而他却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 再者说了 现在的网友们眼睛都很惊 不喜欢的明星来直播带货 根本就不买账 他只想要靠自己的口碑 提升带货的价格来小赚一笔 却忽视了自己的口碑和人品 所以他报价这么高 不一定会有人找他合作 还不如把价格报得低一点 让品牌方看到他的能力 然后再去提升自己的报价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流程 昔日的大小姐 如今沦落到需要自己出来 直播带货赚钱养娃 看得出来大S嫁给拒禁业没捞到什么好处 他表示后悔也是在所难免的 只希望他看清了这个现实后 就不要啥事都想靠着男人了 自己明明有能力不去拼搏 只想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怎么可能过上想要的日子呢 本来看到大S和汪小菲闹得那么僵 对这个女人没有啥好的印象 但是看到他为了养娃 不惜去做自己不擅长的直播带货 心里还稍微有点心疼他了 希望他在学着改变自己的同时 也能够放过身边的这些人 不要把所有人都伤害了 到那个时候 他再可怜也没有人会同情他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